亲爱的弟兄姊妹带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当可恶的敌人落在我的手中 你我会怎么做呢 撒末尔记上24章 我们来从大卫如何对待扫罗来学习尊重神 上一张我们看到扫罗追赶大卫 后来菲律师进军 扫罗转而去打菲律师 打完之后又挑3000金兵 继续追大卫 而扫罗进了山洞 没有想到大卫正藏在山洞的深处 大卫跟随着怂恿大卫 继续把扫罗给杀了 扫罗就在那边 大卫割下扫罗的一惊 这时候突然心里说 他是神的受告者 我不敢下手害他 于是放扫罗出山洞 接下来大卫出来喊叫 我主啊 你追赶仆人是听了谗言说我要害你 你看神把你放在我的手中 我不敢害王 你的依静的一个角落在我的手中 代表我无意背叛你 愿神在你我中间断定是非 为我们伸冤 王追赶谁 不过是一条死狗 愿神见察 你发现 大卫不断强调的是自己的正直 以及强调神来为我断定是非 求神见察 扫罗怎么回应呢 扫罗说 我儿大卫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善待我 我却恶待你 人 有机会害仇敌 是不会放过的 但你却没有杀我 愿神报答 我知道 你必要作王 以色列国在你手中得以监力 请你启示 不减除我的后裔 而大卫 跟扫罗启示 回到山寨 扫罗回家 整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扫罗不断要追赶大卫 追杀大卫 大卫毫不容易有机会为自己报仇 申冤 没有想到 大卫却放了他 不是大卫比较有爱心部 而是他尊重扫罗不是我的仇敌 是神的受告者 他在神的手中 上帝有他的计划 他去选择尊重神 他去选择等候上帝的时间 是的 有的时候仇敌嚣张 当我们有机会报仇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会以恶报恶 我们用恶人的方法来回报恶人 我们也跟着做恶 呼求神帮助我们效法大卫 大卫能够走正确的道路 关键在于他高度的尊重神 他是神的受告者 因此我不用我的手来害扫罗 因此他尊重神 神尊重他 神高举他 神保护他 我们最需要的保护 是在耶稣的里面 而神要保护谁 就是高度尊重神的人 我们来祷告 耶稣当有恶人在我们旁边 兴起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辛苦 但恳求神帮助我们用上帝的方式 来对待恶人 而不用恶人的方式 让我们不以恶报恶 让我们以善报恶 该申冤的时候 我们要申冤 而该饶恕的时候 求耶稣给我们饶恕的恩典 向你饶恕了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